小朋友们一字排开 为社区的阿公们送上蛋糕 祝福他们父亲节快乐 草屯郑中原社区发展协会 办理世代融合主父母节 继父亲节庆祝活动 广邀社区内老宝贝和小朋友们 一同来到活动中心 希望增进孩子对主父母的重视 也增进祖孙之间的互动 让小朋友跟长辈们多接触一下 这是最大的重点 因为不要让他们有一个距离感 因为现在社会上都是上下班的父母比较多 都是隔代教养 但是让小孩更接近一大人做会 最主要呢增加我们两代的融合 看到小孩跟阿祖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所以说办得很开心 在白饭里拌入肉松及鲑鱼等配料 第一次做山脚饭团感觉很新鲜很有趣 小朋友们也在一旁指导阿公们 大家都做得很认真 不仅能够增进世代之间的融洽 也能够有不同的体验 以前不做得很欢迎 来办这个活动感觉很欢迎 小区欣赏好新节 大家也很感谢 很欢迎 还有做饭团 大家有一个纪念 纪念像 学习很多 县远蔡明璇表示 在暑假尤其是祖父母节前夕 让小朋友参与社区的世代融合活动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多和社区长辈接触 除了气氛的融洽之外 更能够彰显家庭教育的意义 尤其是我们现在爸爸妈妈工作都非常辛苦 很多小孩子都是由我们的长辈 来阿公阿嬤来负责 来照顾 所以在这个月份 特别来感谢我们的爸爸 也要感谢我们的阿公阿嬤 感谢他们平常的照顾 有一个世代融合 大家一起来 也让我们孩子们可以来 好好的孝敬我们的阿公阿嬤 社区表示 由于年轻人白天要外出工作 大部分小孩都是由长辈来带 借由活动的办理 希望增加互动机会 让祖孙辈彼此关系更紧密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